今年爆酒女酒駕 无灶撞死人 海拔空座照曝光 机车被撞到支离破碎 32岁的骑士 陈信烘焙失附 当场没呼吸心跳 送医不治 然而赵氏的宾氏 却连停都没停 赵氏好赵氏好赵氏好 阿宾氏他温馨路红灯就一直冲 然后开很快 这起死亡车祸是14号凌晨一点多 发生在台中温馨路和西藤路交叉口 照射逃逸的驾驶就是她 34岁的严信女子 更可恶的是她酒驾还是累贩 警方调查她是金钱豹酒店小姐 13号晚上两个干弟弟开宾室 去接她回家 有喝酒的她坚持要自己开车 在市区狂飙时速破百 在闯第二个红灯时 撞上绿灯直行的机车 由于撞击力道错大 宾室车一度打滑蛇行 车子回稳后直接逃逸 开了一小段路 宾室抛锚 想规避责任的她坐到副驾驶座 两个干弟弟在后面推车 警方在据案发现场600公尺 发现他们时 她还谎称 车是一个较小胖的男子开的 警方调跃入口监视器 看到她从驾驶座走下来 才戳破她谎言 同时也在车上发现毒品 她已经有两次的酒驾车的情侦了 所以她很害怕再次的酒驾车 警罩是会有路见乎性的 她第一次酒驾成撞伤人 去年又被警方抓到酒驾 吊销驾照 她仍死性不改 召开不悟 这次还酒驾撞死人 酒侧值为0.46 在警局看到她妈妈时 跪着抱着妈妈痛哭 要怎么办 她已被遗送保办 董新闻 害人害己 报道